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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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董磊 好样的啊 差一分多钟就要破记录了 我会 继续努力的 萧承生 你也行啊 终于突破自己最好记录了 跑得不错 萧承生同志 达标是达标了 但是招着段磊 还差一劲呢 报告夜排长 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超过的 别忘了心上 别忘了心上 说实话 跟段磊接近三分钟的差距 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挫败感 从小 你就是咱们这帮人里最优秀的那个 你也从来不知道输入什么滋味 我能理解 这一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其实 也是好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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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等你呀 这么晚不回你去哪儿了 我能去哪儿啊 我们单位组织我们看花样游泳 我以为你去补习班了呢 我这个门口等你半天见不着你真影 齐天 你别接我了 真的 特别麻烦你 这有什么麻烦哪 这春生走之前特意嘱咐我 让我照顾你们爷俩 我又没什么事 对吧 行 我看你回来那就行了 你 你回去我走了 我走了 回来了 傻样都是你的人了 还这么眼巴巴的 快过来吧 等你一晚上了 你不回来呀 我也睡不着 快来 快点啊 赵小晟 你有病啊你 你才有病呢 我问你 今儿我在游泳馆看见人影 看见我仨腿队往外跑 是不是你的人 行 咱俩今天能好聊聊 赵小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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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跟那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 你说 我说什么 你不信我说什么 行 我信 你说 你信我 真信 真信 行 那我告诉你 我今天在外面什么事都没有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什么事都没有 什么事都没有 那男教练就摸你啊 这叫什么都没有啊 你给我解释解释 黑子 结婚前那档子事 你还没长记性是吗 你想知道是吧 行 那你听着 我呢 是不知道那兄弟怎么跟你汇报的 今天我们就是给纺织场表演 结束的时候 教练顺手跟我拿了浴巾 摸了我一下 我当时一个巴掌就扇过去了 还骂她 燕秋姐也在场 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她 就这么回事 我说完了 我信 黑子 你要是见天 跟防贼一样的防着我 你觉得咱俩这日子 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吗 你觉得咱俩这日子 灰儿 我错了 我就是不敢想 你离开我 你离开我 我错了 我都跟你说了 这辈子 除非你不要我 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 不太行 黑子 你想什么就告诉我 这两口子过日子 你心里边不能总别扭着 你明白吗 明白 那可说好了 这是最后一次了 行了 上来吧 你等会儿 干吗 你睡里头去 你睡外了 我看不见你 去去去 这 这 这能看着你 莲莲 今儿那男教练 他摸你哪儿 摇我看着 你 别摇我 赵小伙 你 我这 你 二十四床术后出现 肺动脉高压半轻度 偏多三件半反流 昨晚监测 心率在一百左右 二十六床 昨晚情况良好 下床去了两次厕所 活动后 无明显胸门气急 今早体温正常 两肺呼吸阴清晰 心率七十次 略其未及杂硬 好 再来回去休息 看你熬得满眼都是红卷色 那明早见 明早见 明早见 走了 明天见 明日见小梅 小梅下班了 明天见 小梅下班了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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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来了 是我 你来得正好 再来啊我就该迟到了 我掐着点呢 紧敢慢感 累了吧 你看你满头汗 没事 我们厂领导啊 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非要我们去补习学习 这幸亏有你 要不然爸一个人在家里 我真不放心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别老这么客气 孙孙临走前都托付我了 他这嘴啊 巴拉巴拉 也不管你是不是辛苦 不辛苦 还买菜了 那个 买菜的钱呀 还在冷地方 在饼干桶里 你自己拿 不急 小叔睡呢 那我赶紧做饭 他醒了准饿 爸最近胃口挺好的 胃口好 那说明就快好了 希望是这样吧 我先走了 等会儿 燕秋姐 我怎么觉得 你今儿有点不大对呀 没有吧 有 漂亮了 这丝巾 这事儿了 那天去西单啊 刚好赶上处理 便宜买的 好看 怎么办 不对啊 燕秋姐 你涂口红了 没有 没有 你看错了 燕秋姐 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我听齐天哥说 你们补习班有个老鼠 你别听他嚼舌根子 说到那齐天 我气不大一出来 他现在啊 是我一个人的指导员家政委 整天没什么事就省我 我这去哪儿 跟谁 这单凡是个男的 还得向他报告 看着吧 今天晚上这补习班 他准去 他凭什么呀 他是我什么人呀 他凭什么这么管我呀 凭什么 凭你弟弟的上方保健啊 我都写信骂他好几回了 他装没看见 真行 还找人管着我呢 行了 赶紧走吧 该迟到了 对了 星期天我请你看电影 好 好 辛苦啊 肖叔 您的胃口越来越好 能吃饭 这饼就快好了 你做的菜好吃 比燕秋做的还强 那是您吃腻了燕秋姐做的 也好 我们俩换着 也算有花样 辛苦你了 不辛苦 肖叔 您别跟我客气 您先歇会儿 我把碗洗了 小赫 回屋歇着吧 等会儿夜三末回来 让他洗 哦 哦 你说你老跟他凑什么热闹 这大半夜的 你不跟小霍在被窝里头待着 真是那姐脸皮薄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往这儿储着 他 他见了脑子怎么办 我正好也有事想问问燕秋姐 你说人家萧燕秋搞过对象 你这这么上心干吗呀 哥 你这不是看着他吗 我上心了吗 我哪儿上心了 我怕他被人欺负了 我在 我在春生那儿 我不好教的 这门课程啊 就得多多操作 你们俩在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随时来问我 天也不早了 你们俩注意安全 好 路上小心点 爸 再见 再见 您先见 您先见 您先见啊 对 走 走 燕秋 走 爸 爸 来了 你爸是不是病了 他那个啊 都是老毛病了 经常把我认错 一直以为我是他们催事班的小陈 他还说我厨医呀 比以前还差 您会滑冰吗 不会 南方很少有人会 那我教你啊 要不咱们冬天去石刹海冰巢 我教你 我还有其他安排 再找时间 燕秋 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 也挺谈得来的 你看我这个人 找你的吧 找你的吧 之前我就注意了 之前咱俩出去 他也一直跟在后面 我是个知识分子 一届书生 不会和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 也不明白 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 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不是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 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 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 我弟兄是不太放心 我先走了 别 范老师 您留步 燕秋 这是什么意思 你想干什么呀 没什么意思 我就想跟范老师 聊两句 我跟范老师之间的事 要你管啊 燕秋姐 我们跟范老师之间的事 你也别管 主要是范老师的熟人啊 托我们给范老师带句话 文建平 胡三梅 胡三梅呀 这名字您应该不陌生吧 哥 看这小表情 找对人了 范老师 范老师 您媳妇 就是我那大嫂子 托我呀 问问您件事 说呀 他们您俩 撒月了 生活费呀 还不到十五块钱呢 就想问问呀 您这点工资 都倒挣到哪儿去了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哎哟 小子 你还以为我炸你呢是吧 喂 这 这是北京到南昌的 王返火车票 你看 南昌到福州的汽车票 还不明白啊 我派人去你们家里头 串了个门 甭紧张 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去的 你也不用害怕 我没敢说什么坏话 我就怕你媳妇啊 想不开 再喝点农药什么的 你说这算谁的 孙老师 他们说的 是真的吗 燕秋 这是污蔑 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燕秋姐 你可千万别 被这小白脸给骗了 这是有家的主 有老婆 还有孩子 孩子今年刚三岁 对 燕秋 我是真心对你的 你不止对她一个是真心的 平几天上午 钢院的女大学生 对吧 下午海淀小学的音乐老师 这整个一个当代尘世美啊这个 范建平 我不管你肚子里头 装了多少坏水 今儿我都一并给你倒干净 你这大砖眼看着就要毕业了 你想留在北京 最好是留校对吧 可是名额有限 怎么办 想突击找个北京姑娘把这婚事定了 那顺理成章 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了 你 你是插队的时候在知青点结的婚 对吧 当时档案没有落过去 一上学 一耽搁 这档案就留在北京了 等于说 你档案里压根就没有你结婚这事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叫重婚 已经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了 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 按道理啊 我应该把你扭塞到公安机关去 最次也得是到你们学校里 跟你们校领导团一番呀 大哥 都是我的错 求求你了 千万别告诉学校 眼看着就要毕业分配了 这个时候出这种事 不但我这几年的寒床库毒就白费了 我这辈子就完了 大哥 求求你们了 大人不计较人过 你放了我吧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燕秋 燕秋姐 我跟你打听个事呗 你改天再问的 今儿没空 燕秋姐 我听小会儿说 上星期您看那渔泳比赛去了 你 你看没看见他跟那男教练 不是 我就想知道 他跟那男教练到底有没有事啊 燕秋 你呀 也不用伤心 就那个 你大可不必 你回头肯定能找着好的 如果我说 他跟教练有事 你怎么办 黑子 到底是他离不开你呢 还是你离不开他 你们男人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啊 顶梁柱 是主仙谷啊 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了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 没有你们我们活得好着呢 就不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照顾 还有纠缠 他跟教练什么事都没有 但是你再这么下去了 抱不起 燕 燕秋说得对 燕秋 我这也是怕你受伤 那姓范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果不其然 真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如果说你 你不喜欢我们管这些事 我以后不管 我说真的 我好爱 你不喜欢我 我可以 你不喜欢我 你不喜欢我 在这一夜 还没看清梦中的脸 寻到星空下的海边 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一些人 为别人考虑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 多为你自己考虑一些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 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觉得吧 你跟他们是一类人 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 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 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 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所有的孤独 被你度过以后长长的路 缠那盛开的花 谣言在山河 还在沸騰着初见的温度 守望的勇气 抵挡所有的孤独 我跟你说 前两天我在学校碰到小梅了 她最近真是挺辛苦的 又要工作 又要来旁听学习 准备高考 来咱们大学旁听啊 能听得懂吗 你可别小看了小梅啊 她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 读了不少书 理解力比一班大学生都强 前些天她听了林教授的课 说林教授讲得特别好 还在那儿一直感慨 咱国家的医学 真是被国外落下了一大劲 我说可不是吗 我们系的老师啊 最近也在牵头做 国外文学作品系列翻译工作 这才知道 原来国外文学作品 早就突破现实主义枷锁 发展到超现实主义 意识流 荒诞主义阶段 我们最近还系统整理了一些 民国以来的翻译作品 这才知道 原来我们国家 有这么多厉害的翻译者 对了 晚上我就不跟你去图书馆了 小梅约了我 去参加文学小组分享会 等结束以后 她还要帮林教授去分析一篇 解剖学的理论文献 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 我跟你说话呢 听到没有啊 你说这小梅 也不是林教授的正经学生 那么上心干吗呀 高考可没几个月了 我倒是觉得小梅 应该把时间和精力 放到这些数理化的 基础学科上才对 你怎么知道 人家没在基础学科上 花心思啊 真正准备高考的人 是不会浪费时间 去当免费劳动力的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不务正业 我说陈红娟 你有什么不顺势冲着我来 别一样怪气的啊 不是 怎么 冯娟 我是为了你好 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我不是不能听你的 你说吧 我哪会没听你的 但是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呀 我为什么不能精选 这学生会主席啊 选学生会主席要演讲 当上学生会主席更要演讲 你这有时候说话 磕磕巴巴的 一上台就紧张 成吗你 不是 这不 这不成我 我可以练呀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关键还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呀 当上学生会主席 你很可能以后就会从政 当官 这当官有什么不好的吗 你爸不也是当官的吗 而且是大官 还是国家干部呢 这是为人民服务的 又不是就是会的官老爷 你不适合当官 为什么呀 你这人啊 好奇心太强 胆太大 不是我这听着 也不像缺点呀 胆大的不能当官 胆小鬼才适合当官 你不知道 时代要变了 未来想要做领导啊 要坚定服务意识 要依法行政 还要有责任担当 你胆子大容易出事 没明白 你信我得了 我感觉很准的 对 你感觉特别准啊 自从您老准确地 预言了高考以后 嘿 漏了一桥手 全都给镇住了 从此以后一言九鼎 没人敢有不同意见 你最近看战争与和平了 探懂了吗 不光是一言堂 我觉得你这人 骨子里就是瞧不起 我们这些人吧 不是我这胡同串走了 如今也是大学生了吧 读点书很正常 难道只有你们这些出身高贵 学外语的天之骄子 才能读外国书啊 德性 你还来劲了是吧 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反过来也一样 关系到未来 要尊重双方意见 要慎重 说正有事的啊 别搞腐蚀拉我 怎么 不喜欢 你就听我的 没错 成吧 成吧 听你的 他也太骗人了 这个东西 他也太骗人了 这个东西 来 段美人 你说萧村生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连休息都不休息 这是要亡命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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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有过得很劲 尝你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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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喝口水吧 不客气 我挺佩服你这股不负书的劲的 刚来的时候 就知道你们是北京兵 我觉得你跟我们 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就是看你不顺眼 看来 是我有偏见了 没事 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 很多人看我们北京兵 都戴着有色眼镜 不过说实话 有你这样留个对手 我也觉得挺痛快 说句不要脸的话 我以前在大院里混 我萧春生从来没输过 你是第一个让我在跟头的人 赵国华 半夜十二点 叶国华那坏小子 还有我们那赵班长 又突然搞袭击 幸亏有你以前给我的底子 我一进新兵连 就没睡时照过 时刻都准备着被突袭 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份警惕性 有睡太子没起来的 也有背囊没打好 叮叮当当洒一露的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我们当时 不管儿媳妇 我儿子都比他们强 比这个写信的小子也强 这次拉链 我们走了差不多三十公里 从天不亮走到天大亮 从营地走到了大山里 云南这地方跟北京真是不一样 山里蘑菇跟开展览会似的 一个长得比一个怪 一个长得比一个不像蘑菇 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 班长还带着我们烤虫子吃 有一种长条的干枯脆 味道还真不赖 就是吃完了 总感觉胃里有东西在扭 还有马黄 来之前 小梅给我做个科普 让我注意不要被她吸上了 结果还是中招了 等发现的时候 那虫子都有三根手指那么粗了 我还算轻的 有重的同志 小腿上爬了好几条 于是拉链后半程 就成了大家拿着鞋底子 互相拍对方 脚弯次不如做一次啊 趁着年轻 就应该出去看看 历练历练 小梅 小梅 是你啊 刚给萧叔叔读了春生来的信 你看 总是麻烦你 不是跟你说了吗 好好复习功课 别总来了 我这也就一周 过来帮忙测一次血压 不算麻烦 您不会是嫌我讨饭了吧 你说吧 要吃什么 姐给你做 我呀 最喜欢吃您做的 西红柿鸡蛋面 等着 我给你做去啊 你复习得怎么样 准备得还行 姐 你出过北京吗 北大河总的 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读春生的信 觉得挺有意思的 和他们比起来 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们呢 就不用居在这眼前的一某三分地 别说是四九城了 天南海北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你不用羡慕他 等你上完大学了 你看的世界 肯定比他的大 我们这拨人啊 也就这样了 不过你们还有机会 有更大的世界等着你们呢 只要咱们有这个心 什么时候都能往外走 其实 其实姐挺羡慕你们的 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 我那会儿除了当女工 也没别的路可走 到现在这个年纪了 要事业没事业 要婚姻没婚姻 还真成了老大男了 和叶夏老师谈得不顺利 这得问我弟给我找的 那个政委家指导员啊 范老师政审没通过 齐天哥也是好心 什么好心啊 我要他好心啊 还是怪我弟 这臭小子非得让人看着我 不行 越想越神奇 你吃完了吗 我去洗碗 你去晨晨的屋子里啊 找纸和笔 我得写信好好骂他 你跟我一块儿骂他 什么呀 找着人 你那边还好吗 你怎么回家 我去洗碗 我去洗碗 你不要把这边 我去洗碗 你不要干什么 我去洗碗 你不怕 你不要洗碗 你不怕 咱俩不会挡 挡一挡 准数 老老板 找什么国家 摔沙子 莫杨辉 咱们搁几个就能带牢啊 好啊 十个小时 中午不管饭 得 又我这破了活 不是 我们本身就挣不了几毛钱 您还不管饭 兄弟们 散了散了散了 咱们歇歇歇歇等大活 坐好找啊 歇歇歇歇玩 玩玩玩 老板 咱走着 好啊 走 走 一二三四 让您多休息 你总是不停 小姐夫 七天 忙什么呢 好几天被见着了 我啊 瞎忙 您挺好啊 挺好 就是有人老管着 你来了正好我可以清现份 您还嫌我烦着您了 你以为呢 我回屋歇会儿 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花钱了吗 你又买这么多东西 好 经过西民连三个月的集训 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军人的基本标准 同志们 西民连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 很快 你们就要奔赴到不同的野战部队了 连部决定 给大家放两天假 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谢谢台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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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都有 解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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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 快去见红灵吧 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行 我这儿去 红灵 怎么了 有人找你 谁找我 人在那儿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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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海边种下一颗种子 憧憬着长达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 波光灵灵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你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烟火人间看不见尘埃 愿未来对我慷慨这片海 一起看潮落潮来 愿热爱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青菜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愿岁月对你温柔以待 愿热爱温暖 愿热爱温暖所有的等待 哭着笑着微微到来 愿世界一如既往的精彩 蔚蓝的光洒向那片海 我在海边冲下一颗种子 憧憬着长大后的样子 阳光暖暖的呵护它发芽 波光玲玲中生花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上面写一个蓝色故事 故事里面有我们的模样 你在讲我在听 你在讲我在听